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我是蔡曉君 新聞一開始呢 要先帶你來看台灣羽球 在冬奧表現相當亮眼 總統蔡英文親自到金牌選手 李楊的母校基隆高中 針對教育部已經開始評估 將基隆高中打造成全台第一座 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希望栽培更多的優秀選手 才下車 總統蔡英文受到基隆高中 同學熱情歡迎 當場停下腳步 來個自拍大合照 邀請小英教練進行拋球指導 蔡總統親自下場 和羽球隊同學進行拋球練習 基隆高中羽球好手人才輩出 東奧選手李楊 幕後推手就是教練鄭永成 讓總統蔡英文親自感謝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我們鄭永成教練 20年的時間 在基隆培育了這麼多優秀的 我們羽球的年輕的選手 讓基隆高中也變成是一個羽球國手的搖籃 那我真的看到今天大家的演練 也覺得是一個非常紮實的訓練 那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高中生 有這樣的體力技能 我也覺得是我們未來的希望的所在 總統蔡英文旅行和基隆市長林又昌承諾 24日親自到基隆高中走一趟 也說會持續推動全台第一座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將蓋在基隆 那今天呢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基隆高中這個地方 打造成為未來台灣 我們訓練青少年羽球選手的一個訓練中心 那我們基隆高中已經提出相關的計畫 那我相信我們的市長我們的委員都非常的支持 那教育部也開始進行評估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教育部 可以提出一個方案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如果有經濟上不足的地方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一起可以來努力 我們鄭教練倡議的國家級的青少年的羽球訓練中心 並不是一個新的構想或者新的爭取 而是因為鄭教練還有我們基隆的老師們 在這個地方已經努力了20年 才有今天李洋 以及我們很多國家優秀的羽球選手 在奧運上面發光發熱 所以他們已經努力了20年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做出了成績 是我們該用力全力支持 挺他們的一個時刻 台灣羽球成績 這幾年在世界發光發熱 政府希望加強軟硬體設施 讓羽球從基層開始培訓 更多孩子能夠邁向國際 實現自己的夢想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為了要增強學生的保護力 基隆市32所學校從9月23號起陸續展開施打BNT疫苗 目前學生接種比率超過了9成5 至於家長關切的流感疫苗部分 將安排在11月中下旬後施打流感疫苗 另外國小學生可能在10月開始進行 在醫護人員安撫下 學生邊哭邊完成疫苗接種 這裡是基隆市軟軟高中 正在進行BNT疫苗施打 校方表示全校高中部及國中部學生 分上下50段進行 大部分學生都順利完成 僅有一兩位身體不適 休息一陣子後就沒大礙 不少學生也覺得打疫苗時沒什麼感覺 打起來感覺怎麼樣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那打之前會不會很緊張 還好 很舒服 對很舒服 沒有感覺 完全沒感覺 一點都不緊張 對 現在情況 很開心 放輕鬆軟不要緊張 對 好 OK 然後那個不要揉 打完之後不要揉 對 那 就是 多喝水 然後多休息 基本上施打的一個狀況次序 還有情形 還有情形都非常好 只有一位同學 可能太緊張 暈爭 那其他都很順利 那今天接續的其他的這個 許多的學校開始進行施打 那我們相信施打率其實都非常高 昨天幾乎就超過95%以上 那今天暖中也是一樣 至於家長關切的流感疫苗施打部分 廖昌表示 國高中計畫安排在11月中下旬施打 沒有接種BNT疫苗的國小學生 則可能規劃在10月進行 因為BNT的一個疫苗 必須要中間第一劑跟第二劑要間隔28天 所以後面如果要再打流感疫苗的話 我們大概估計國高中應該是要安排到 11月的中下旬之後 才會來進行流感疫苗的一個接種 那至於小學生的小朋友 因為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時間上可以提前一點 可能可以到10月份左右 可以來規劃進行流感疫苗的一個施打 金融市教育處方面統計 金融市12歲到18歲學生 符合接種BNT疫苗的共有16439位 願意接種有14874位 接種作業預估到11月6號完成 教育處也提醒學生 打完疫苗有助於降低病毒感染風險 不過還是要落實社交距離 做好個人衛生防護 才能讓校園防疫更加完善周延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而在疫情影響之下 金融市政府完成了本年度 基隆與國際基調賽相當的不容易 希望透過比賽 推動友善釣魚愛護海洋 第二次的2020基隆與國際基調賽 冠軍注射的飛到14號的 胡一仁石頭 今天基隆與國際基調賽的冠軍 從T12位上有裝備 破關獎下 接下來到了冠軍 相當的不容易 他們的釣魚之旅應該都非常非常的自身 或許一直在幫我們這個比賽 希望每天也可以來見到大家 好 今年辦2021的國際基調賽 跟往年比起來是相當的不簡單 也是相當的特別 因為今年在疫情的威脅當下 我們依然有很多的基調好手 來到基隆與參加我們2021國際基調賽 那這兩天因為海象 天氣氣候都不錯 所以呢 我們的選手都有很多爆頭 滿載而歸的情形 那今天是我們的頒獎典禮 那我們等一下也要頒發 今年釣出最大尾的大尾獎 那也感謝各位選手 依然支持基隆市政府 還有海洋保育署的友善釣魚政策 那踴躍來報名我們2021的 基隆與國際基調賽 基隆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海洋城市 舉辦JJ有在地特色的國際活動 格外吸引人 好 那我想其實基隆與大公 一直是釣手們非常嚮往的一個地點 那早些時候可能因為一些因素沒有開放 那這幾年我想在基隆市政府 市長還有處長還有科長們的一個團隊 代理下建立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跟完整的系統 那行政院這兩年呢提向海致敬 我們還保守希望推友善釣魚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想包括基隆市就是我們很好一個典範 那我們特別在今年參與的這樣一個活動 感到非常的餘有榮焉 那也希望說之後我們可以繼續一起合作 怎麼樣把這個友善釣魚還有愛護資源 愛護環境的想法 不光是基隆雨可以推到彭家雨 可以推到台灣更多地方 包括澎湖包括離島 那讓這成為一個全民運動 那也希望能夠大家繼續鼓勵支持這樣的活動 然後呢希望大家明年再見 相信透過比賽推廣能夠讓大家更加的親近海洋 進而保護海洋生態 永續海洋資源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瑞芳橡鼻炎發生了釣客落海疾受困的意外 一名釣客在礁岩移動時 繩索斷裂不勝落海 被救起時已經沒有心跳呼吸 另外六名受困的釣客 在消防隊員的協助下順利就到岸邊 鄰近基隆的瑞芳橡鼻炎 二十五號晚間 礁岩上不少釣客在垂釣 其中一名五十多歲釣客 疑似在岸礁上移動時 繩索突然斷裂 仍舊釣入海中 那就是釣油啊 那有人知道嗎 有啦 裡面穿紅衣的那些 紅衣的那些 他們都擋車 因為他們很熟悉 紅衣的那些最乖怪 可是他們 他怎麼摸下去 我們比較白痴歪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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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拉 下面走 歪了 歪了 洛海男子被同行的釣客 救起時 已經沒有心跳呼吸 由於現場礁石離岸約五十公尺 救難人員無法步行直接接觸 只能呼叫空警總隊出動直升機 將男子送以搶救 基本上他平常應該是用伸索過去的 那今天因為下午海象轉風 所以海象就變成晚上的話 浪高的比較增加很多 今天晚上到三到四名 那現在基本上釣客就受困了 消防人員隨後 也陸續將六名受困 礁石上釣客通通救回 依照水域油氣辦法 橡皮岩岩可以釣魚 但離岸就是禁釣區 這六名釣客恐怕將 埃罰三到十五萬元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在這裡來看 基隆市大約有近五千位 罹患失智症的民眾 基隆長哥醫院 特地結合了基隆市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特地申請基隆市警察局 監視科協助辦理全市第一次 為失智民眾指紋納印的活動 防止失智長者外出走失等問題 在基隆市警察局 監視科巡官和員警幫忙下 協助失智長者 進行十根手指頭的指紋納印 建立個人資料檔案 未來如果失智長者 外出意外走失找到人時 就可以比照指紋 確認身份通知家屬 避免其他問題發生 而跟一般為嫌犯納印指紋的 最大差別在於 為失智者納印指紋時 不用納印手掌紋 一般指紋卡有正反面 然後如果是幫指紋建檔的話 主要是平面印跟三面印 然後嫌犯的話 就會多後面這頁掌紋的部分 對對對 是 因為走失之後 一般我們了解是 他很難找得回來 或是說就是外面出事了 發生事故 所以我們很贊同這次 就是來這邊參加那個 檢察局的指紋案來 那至少路人在舉報的時候 他可以當下就會通知到 我們的家人 因為他有說外出 他不見得會帶手機 或是帶一些證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我就蠻贊同的 根據基隆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推估 目前全市大約有 4828位罹患失智症的民眾 因此如何防止失智民眾 特別是失智長者外出走失後的辯論問題 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以台灣的失智症老人的一個狀況 大概到輕度中度階段 他其實蠻容易出現一些定向 還有對地點方面出現一些辨識的障礙 那在台灣的輕度以及中度失智症患者中 依據統計大概有50%左右的輕中度患者 曾經有過走失的現象 那根據一些統計 其實走失的老人裡面就有一位是失智症的患者 其實這個比例是相當的高 因為目前其實 長照中心已經有提供 在各地區的失智共照中心可以申請愛心手鏈 但因為愛心手鏈需要病人願意把愛心手鏈掛在身上 那臨床上我們看到很多患者其實都不喜歡掛 他覺得有的東西在身上怪怪的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是可以透過這個 辦理指紋耐應的活動 讓就是容易走失的這些失智症的長者 可以有系統性的一些收案 這樣如果走失的話比較方便 快速的可以協詢這樣 因此基隆長根醫院 特地結合基隆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特地傷請基隆市警察局見識科協助 辦理全市第一次為失智民眾指紋耐應 建黨的活動 其實失智的走失之後 失智的失智者他會有一些遊走的行為 那我們就擔心說他自己遊走之後 他走失之後可能沒有辦法快速的找到他 其實對於他的身體狀況上面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最常見的就是除了防走失手腕之後 我們今天跟基隆堂跟醫院共照中心 就共同推出還有警察局 我們想希望透過在警察局 你留下一個你的指紋的一個記錄 跟護證上面去更換最新的 長輩的照片 讓在失智長輩走失的時候 在警察局那邊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指紋系統 或者說他人臉的辨識系統 提升我們走失的長輩 他們盡快的能夠尋獲他的家屬 讓家屬來協助安撫跟照顧他們 那我們希望今天的第一場之後 我們後續會有很多場次出來 那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友善的失智環境 讓我們的長輩其實他們可以獲得更安全的照顧 基隆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也指出 藉由警察局納印指紋建檔 以及未來到民政系統的護證所 辦理身份證照片更新 藉由人臉辨識系統 都能夠更有效減少失智者走失後的辯論問題 有需要指紋納印的民眾 都可以直接和基隆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洽詢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為讓中山區西定路一代的民眾 能夠有穩定的供應自來水 並降低漏水的問題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結合 立委蔡世映舉辦說明會 向民眾保證會盡全力 爭取西定路自來水管線的 太患更新 為了讓中山區西定路一代的民眾 能夠有穩定供應的自來水 並且降低自來水漏水問題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結合立委 蔡世映舉辦說明會 向民眾保證會盡全力爭取西定路自來水管線 太舊喚新 我們西定路132項的居民 每逢夏天都會有缺水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經過前面 其實會看有設置的加壓站 但因為其實每一個水管的線路不抖 其實也沒有辦法讓每一戶 都可以決定到這個缺水的問題 包含今年秉均跟蔡世映立委 也有爭取了我們西定路整段的水管太舊喚新 未來將會把我們整個西定路水管 全部一次放完 然後也可以解決到大家缺水的問題 特別召開的說明會 就是邀請我們132項所有的住戶 來現場討論 我們要如何徹底解決到他們缺水 那其實經過現場的討論的結果後 我們也決定就是說 會邀請我們渣水公司 每一戶都來去質地盤查 了解到他們的實際需求為何 然後就這樣子 在設計的時候 可以一定來去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外面到台北 我們就說 哇這真正難以塞 真出場是贏 我們應該沒有保養 大家用水比較安全 比較健康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原因 還要再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 總共同學要花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要花一年以上 一年 一年 這麼說沒有你知道嗎 我們在歐歐歐來 第一條新的水管 有人問一個問題說 啊這台水管 既然既然換掉 新的大陸的會沒有水嗎 因為就這樣 還要說 原理有水管 既然說 台一條新的水管 才不會說 他當年自己三個月 三個月都沒有水 沒什麼 這要說原來既然 既然說好 新的說也要做 所以還要補充 這鑒人真要做 我們整天都謝謝 我們哪裏 我們哪裏要說 我們哪裏有水管 四個線 還有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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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加速的那些線 有這麼多 所以現在鑲起來 我們現在工廠開始 要開始做了 所以要整理要完成 現在要補充一項問題 就是一個領域的方法 因為 我們有一項 我們接壞 接壞那個水管 的原因都沒辦法 因為大家家房子 都沒有開爐 大家都這一排 有個人確認要後來 不一定 所以這個不可能 告訴我們 要拜託我們各位 我們這樓市 你做的時候 拜託我們這位 我們會從後來 對於張炳君和蔡適應 要爭取太舊換新西定路老舊水管管線 民眾也都抱持高度的期望和肯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此雲寺藥士佛店 歷經兩年策劃開光啟用 藥士佛大殿內設有神佛真相 必讀暮柯解王的輝紅莊顏 不少信徒專程前來點藥士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自銀寺藥士佛店 參拜感受法喜 想工作卻跟不上現代科技 為了協助銀髮族就業 政府提供職訊與津貼補助 各區裡辦公處也定期舉辦 真材活動 歡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民國九十七年才開始啟用的 此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微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仿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公開 正中 同一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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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信城 财政部每年都会核定基优营业人 今年基优市有五家获奖 北区国税局方面取消了公开表扬的活动 改由局长王秀忠亲自到原装玻璃 新龙天然气集中将宽品集中有线电视颁奖祝贺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能够鼓励企业永续经营再创商机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长王秀忠代表颁发财政部基优营业人奖杯 给原装玻璃董事长郑文宇等人 为了鼓励企业诚实开立统一发票及配合相关政策 财政部每年都会核定基优营业人 基隆地区今年共有五家企业获奖 占所有营业加速的万分之2.4非常难得 我们今年提报然后财政部核定的获奖的基优营业人是136家 那占我北区辖区营业人总加速54万237家的比率是万分之2.5 那基隆的话他的总加速是这个两万零五百九十一家 那今年是选出这个五家 所以获奖率是万分之2.4 比我们的平均获奖率还低一点点 不过已经是比去年又多一家了 为配合防疫避免群聚 北区国税局方面取消公开表扬典礼 改由局长王秀忠亲自到获奖的原章玻璃 新龙天然气 及中加宽平集中有限电视公司颁奖祝贺 北区国税局还加码制政艺术家特制精美持平 让这几家深耕地方多年的知名企业感到更加光荣 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因为这个奖项 诚如我们王警长说的非常的难得 2.5% 2.4% 不是2.5% 是万分之2.5 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个奖 而且在这个防疫期间 王警长也特别专程亲民爱民 来到我们基隆来颁奖给我 那我非常的感谢 其实社会责任这个暴漏万项 那其中有一块 其实就是所谓的税率的这一块 因为只要企业有成功在远去经营 无论去提供这个工作机会 那纳税的部分也会让国家 在基础建设和根本的建设 让国家共同发展 所以总是应该是人民的义务 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其中中加宽屏 基隆有限电视 更已经是第二度获奖 基隆方面强调 会继续加强客户服务 提升经营品质 基隆这边有电子发票的部分 其实本公司来讲 其实大部分的开力都是个人 所以其实我们在B2C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占比大概有90%几 以上 所以推的这一个 不管是电子发票或者是云端这个部分 对公司来讲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公司也会积极的来推动 那就是达到这五指化的一个效果 除了表彰配合政策推动电子发票的机油营业人 局长王秀宗也呼吁消费者使用手机等载具储存云端发票 不但能节能减碳还多一次专属奖项 我们这个100万奖是有30组嘛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这个2000元的 2000元的是有一万六千 一万六千组 然后我们的500元的有多少你知道吗 100万组 100万组 他奖金就五亿了 一期就是两个月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下半年起 就从七八月期的发票起 又增加了一个800元的一个专属奖 他有10万组 所以我们一期的这个这个 云端发票的专属奖一期哦 它的奖金的总额是多少 6.42亿 所以中奖的几率已经提升很多了 所以呼吁大家要多多索取云端发票 在后一期时代 国税局方面也鼓励企业能持续投资扩大经营 厚执国家经济 也为民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奖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奖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奥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让雷中奥行夫妻根本没死阿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奥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 就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